各位朋友大家好,現在離十一是越來越近了 只有兩個週末的時間了 今年的十一是中共篡脫政權70週年的大慶 所以他們一定會大搞慶祝活動 而這個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的那些利益受到損害 權力受到損害的那些老百姓那些維權群體 他們也在積極的準備在這一天走上街頭 向中共發起抗議 而香港這邊的反送中運動現在還是如火如荼 十一這一天他們一定會全程的 這些反送中的人士一定會一起出動 在中共篡脫政權的紀念日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 發起全港抗議 所以說今年的十一一定有一場政治大戰 在大陸和在香港都要同步的舉行 如果是中共沒有能夠把這兩個地方的壓制下去 讓這兩個地方產生了共振效應 政治上的共振效應,全民共振那就真正的開始了 全民起義就真正的開始了 那中共70周年的這個紀念日就極有可能變成他們的忌日 所以這是他們最擔心的 同時習近平當局他們也擔心了 即使是在十一全民不上街 但是有一些抗議活動讓他覺得顏面受損 讓他的威信盡失 那麼這個時候對他的統治也是非常的不利 十一之後,十月份他們很快就要召開十九屆四中全會 中央全會,現在黨內的很多人對習近平都相當的不滿 如果這個十一他們連大慶都被搞砸了 那麼那些人就會趁機向他發難,在四中全會上面趁機向他發難 所以說今年的十一,習近平是相當相當的緊張 今年的十一註定有一場政治大戰 最後的結果如何,我們現在不知道 因為政治它是一個互動的一個博弈 隨勝隨負,在大戰結束之前真是不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只能是盡量的來研究中共 來看看他們在下一步將要做什麼 現在離十一只有兩個週末的時間 香港民眾的抗爭一般最大規模的這種抗爭 都是在週末舉行的,因為週末大家都不上班 這個時候參與的人數會最多 而大陸的很多維權行動一般也是在週末舉行的 道理跟香港是一樣的 那麼現在這兩個週末都是相當危險的 中共極有可能在這兩個週末採取重大的行動 採取壓制民眾反抗的,包括大陸人,包括香港人 尤其是在香港,他們現在最擔心的還是香港 在這個時候他們要採取行動 現在兩個週末,第一個週末就是今年這個 這個月的21號、22號,那麼還有一個就是28號、29號 28號、29號離十一太近了 那個時候他們採取大動作的可能性比較小 所以最有可能的是在這一個週末即將到來的 這個週末21號、22號採取重大的行動 所以說香港反送中陣營的這些朋友、這些網友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一定要注意 要密切的關注,一定要想好應對的 事先想好應對的方法 那麼中共他們會採取什麼樣的手段呢? 實際上專制政權他們也不是萬能的 萬變不離其中,他們的手法花樣很多 但是你總結下來,無外乎就是這麼一個辦法 就是製造混亂、製造事件、製造恐懼 然後把這些事件責任全部推到反送中人士 反對派陣營的頭上面 然後再對他們採取鎮壓的行動 所以如果他們這個禮拜、這個週末發起了這些抹黑的行動 那些栽贓、陷害的行動、製造出重大的事故 那麼在下面的一個週、十天時間 他們就盡可能的逮捕大量的香港的反送中人士 同時他們也在國內製造一種氣氛 說香港的反送中現在已經完全蛻變成了恐怖活動 所以說我們必須得對他們進行鎮壓 讓中國大陸的很多很多老百姓本來已經受到洗腦 本來這個思維就不是太清楚,在政治上面都很幼稚 這個時候就受到他們的鼓動和香港人割席 劃清界限,甚至是站出來和中共一道來反對香港人 所以這就是他們的一個基本的思路 那手法就非常多了 比如說他們可以製造一些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 然後說是反送中人士幹的,尤其是勇武派的人士幹的 那這個事件可能他們已經開始製造了 比如說在17號就是前兩天 他們在香港就發生了一起火車脫軌事件 造成了幾個人的受傷 一節火車就不僅僅是脫軌了,而且是斷裂了 這個事件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但是現在還沒有結果,到底是什麼原因發生的 現在還沒有結果,有兩種原因都有可能 一個是自然出現的故障,另外一個是人為的破壞 香港的運輸和房屋的官員現在已經出來說了 說現在還沒有查明原因 當記者問到他是不是有人為的搞破壞的時候 他也說了,任何情況都有可能,這是香港的說法 因為香港老百姓你不容易欺騙的 但是在大陸他們現在就在傳播一種謠言 說這起事件就是反送中的這個暴力分子幹的 就是他們要搞破壞,就是他們要在香港要製造恐怖 這種傳聞在現在大陸網絡上面已經開始傳開了 而有一些老殘也居然就相信了 我告訴大家,這起事件如果是人為的製造的 那一定是中共製造的,為什麼呢? 裡面有幾個原因,我可以給大家講一下 第一個就是他這個火車出軌是在離香港的紅磅車站 非常近的地方,已經快進站的時候 那個地方一般的普通民眾那是進不去的 普通的反送中人士,尤其是那些勇武派的青年 他們是進不去的 那即使是進去了,他們也只能夠 如果是這批人真是失去了理智了 我相信不會的,如果他們真是失去了理智 他們怎麼搞破壞呢?也無非是在鐵軌上面 放一個雜物,放一個重物,比如說石頭或者是鐵塊 然後讓這個火車脫軌 但是如果是他們做的這一步 那麼現在原因就已經查出來了 如果是有一個重物放在鐵軌上面 那麼現在香港的警方就已經找出了這個事故發生的原因了 但是現在兩天過去了,他們還沒找出來 這就說明這不是真正的在鐵軌上面 有異物導致了這個火車的脫軌 那麼最有可能的是什麼呢? 是因為他們火車的這個操作系統裡面出了問題 火車操作系統出問題 可能是他們控制電腦出問題 或者是裡面的機械出了故障 那如果這是人為做的話 只能是中共的或者是港共的 就是港府裡面的共產黨的這些臥底 這些鷹犬、這些走狗是他們做的 只有可能是他們做的 但是這起事故明顯的看起來是不成功的 如果是他們做的話,這是一起不成功的陰謀 因為這次事件並沒有造成重大的傷亡 沒有造成人員的死亡,只有幾個人受輕傷 所以說在社會上沒有引起強烈的反響 而且他們做的並不能夠從各方面的不值看起來 不值得並不完善,不能夠鐵板叮叮的 一下子就能夠嫁禍給反送中人士 所以這是一起失敗的事件 但是失敗並不代表著他們會就此罷首 失敗了他們就更要想更多的方法 製造更多的事件 所以火車出軌在香港歷史上 上一次發生的時候已經是七八十年以前了 好像是三幾年發生過一次 這麼多年在香港沒有發生過類似的事件 在反送中運動正在高漲的時候發生這種事件 你要說是自然的事故,自然的故障 這真是有一點匪夷所思,極有可能是他們做的 他們還會繼續做 那下面還有什麼呢?各種事件都有可能 比如說破壞公共汽車,或者是破壞輪船 造成沉船事件,造成公共汽車翻車的事件 他們都可以做完了,布置得好的話 他們真是可以嫁禍到香港反送中人士頭上 那這是一個方面 那麼另外還有一個方面就是他們以前也做過的襲警 8月30號在奎衝 奎衝的警署外面就有一個警察 一個老警察受到了三個人的襲擊 三個穿著黑衣服的人的襲擊 襲擊完了之後,把他斬了豎刀之後 那三個人成功的就逃脫了 很難想像,在香港這麼一個警察密布的地方 這麼一個高度現代化 而且到處也有一些監控設備的這些地方 這三個人斬殺了一個警察,沒殺死,傷了重傷 居然就成功的逃脫了,是不是不可思議呢? 而且還有一個更奇怪的疑點 就是在一天之後,警署有一個警察發表了一個聲明說 已經抓到了這個嫌疑人 但是很快這個嫌疑人就無影無蹤了 官方再也不提這一件事情了 這是一個什麼情況呢?極有可能 就是有一些警察他可能不知道裡面的內情 他真是抓到了這個人 而這個人他喪失,馬上就告訴這個警察 不能抓,趕緊放了 為什麼呢?因為這個人是中共派過來的 這三個人他們是中共派過來的來斬殺警察 然後來嫁禍於反送中的 我在8月18號的那個視頻裡面 8月16號的視頻裡面就提醒過香港人 這是中共慣用的手法 他們在六四之前就用過這個手法 在很多很多的這個群體 中國大陸的群體性事件裡面他們也用過這個手法 現在在香港用一點都不出奇嘛 襲警的事情還有可能再一次發生 上一次是用刀砍,下一次可能是用槍擊 可能是用棍棒打,也有可能是用汽油彈攻擊 都有可能,所以說現在真正危險的不僅僅是 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那些參與者不僅僅是勇武派 香港的警察同樣也面臨著巨大的危險 而這個危險絕對不是來自於香港內部 而是來自於中國大陸,來自於中共陣營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還有可能有其他的這些製造事件的辦法 比如說這個投毒啊,比如說在政府大樓 或者是學校或者是公共的這些建築 其他公共建築裡面種火,這也是有可能的 那現在我在廣東那邊的朋友透露給我一個消息 說現在廣東他們有一些街坊鄰居已經得到了 布置了任務要來香港,要來香港自由行 要來香港購物,但是他們是帶著政治任務的 他們就是來香港,找到香港的 當然是在香港的那些帶路黨 香港的建制派的親共派的這個帶領之下 找到香港民眾抗爭的那些現場 然後跟他們對罵,然後引起一些肢體上的衝突 這個時候香港的從中國派到香港的那些便衣特務 他們就會化身為、化裝為反送中人士 穿著黑衣,戴著口罩,戴著頭盔 手上可能還拿著其他的一些攻擊性的武器 這個時候就要向大陸派過去的那些五毛發起進攻 然後對他們造成重傷,甚至是造成死亡 那如果是打死人了,又能夠成功的嫁禍給香港反送中人士 那就會在中國大陸引起軒然大波 就會挑起巨大的大陸人民對於香港的敵對情緒 這個敵對情緒對中共順利度過十一非常有好處 對中共採取強硬的策略鎮壓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那是非常非常的有好處 所以說這一次這個週末還有下一個週末 不僅僅是香港人香港警察和反送中人士有危險 大陸到香港的那些五毛也有危險了 當你們接到任務去香港的時候 你們可能不知道你們所面臨的危險 不是拿了錢去罵幾句就那麼簡單 就能夠輕輕鬆鬆的回家 你們去,這一次是去,是冒著重傷 甚至是死亡的危險 大家也一定要意識到 所以有朋友,你們的親戚,你們的鄰居,你們的同學同事 要是接到了任務去香港的時候 告訴他們一定要小心謹慎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不能為了一點點錢把自己的命給送了 良心你們可能已經不要了 但是命我相信大家都還是要的 那麼面對著中共的這麼多的陰謀詭計 面對中共這些邪惡的可能使出來的邪惡的招數 大家怎麼辦呢?我的建議是這個週末 香港的朋友真是應當休息一下了 尤其是勇武派的這些年輕的朋友 大家每個週末連續上街已經十三個、十四個週末了 非常非常的辛苦,這個週末應當休息一下 在十一大戰之前應當修整一段時間 這一段時間大家可以去購物、可以去陪女朋友逛街 可以去陪父母去飲茶 還有很多很多的真正的可以享受生活的這些 都可以在這個週末把它完成了 然後恢復一下體力、恢復一下精神 等到下一個週末等到十一大家再集體出動 這是最好的辦法,而且還要一定要在大家的群組裡面 在所有的媒體上面要公開的說出來 讓中共、讓中國老百姓、讓全世界都知道 這個週末大家沒有太多的活動要做 如果是有活動的話,那也只是合理非派的 非常非常低烈度的活動 比如說在晚上十點鐘的時候 大家約好了一起在自己的家裡面 在自己的窗邊大家一起唱香港之歌 一起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這是可以的,這是中共在香港的那些黑警 它沒有辦法對你們下手 沒有辦法嫁禍於你們的這個行動 但是這個行動它的衝擊力 它的這個政治上的打擊的力度同樣的大 而且它也不消耗精力、也不消耗體力 所以這個週末我建議大家就採取這個辦法 當然只是建議了 我相信香港的朋友比我們這些大陸人 比我們這些旁觀者更有智慧 你們可能會想到更好的方法 十一那就是一個大戰了 那一次大戰將會決定香港的命運 甚至也會決定中國的命運、決定中共的命運 所以那一次十一那是我們真正的要 這個全力以赴來進行戰鬥的那個日子 大家為了那個日子充分的休息做好準備 好,今天我就講到這裡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下次再見